我们一样开启,如果你那个档没有的话,你就下载我的 如果已经有的,你就用你的,没关系 那我们上礼拜是讲到这个地方,表单做完 那表单做完之后的话,我的需求是一笔,假设输入完毕 第一个当然也是一样,我先输入一笔到这边,按确定,这一笔出来 可是这一笔我希望按一下它,可以自动帮我把它写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那这个流程怎么做?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在开发人员里面,一样到visual basic 那我要写入的位置就是在这个表单,这边有按钮 所以特别重要,我们写程式的位置,记得是从表单里面的这个新增资料的这个位置 单笔是这个地方,我有个按钮,那你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它会跳出什么?跳出一个就是Command C Click 就是Command C是它的名称,Click是这个事件 当我按一下这个事件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把最下面那一笔,帮我写到资料库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写到资料库里面去的 这边,我先把字稍微放大一下,因为字比较小,我把它放大一些些 按确定,把它改成,在撰写风格,这地方应该还记得 OK,那我们第一个要如何把资料写过去 我刚刚有讲重点,两个,一个ADO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确定一下,你有没有引用ADO,这个外挂元件 那怎么样引用外挂元件,特别重要,在工具里面的一个叫设定引用项目 点击之后的话,你要确定一下,这个要先,一定要打勾 这个东西,它叫做ADO,它的全称叫做Microsoft 微软的什么呢?ActiveX,A的话是ActiveX D的话是DataObject 版本的话,它越新越好,我之前是用2.8Library,你把它打勾就可以 我先取消,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设定引用项目,往下找,因为它是M开头的 然后Microsoft开头,然后往下找,找到A开头的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有一个Active,那很多个,请各位找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千万不要找错了,应该是找到有2.8,有6.1 不过,之前我没有用,不太确定6.1是吧,因为现在最新版还是到6.1 那我之前都用2.8,如果比较保险的话,我们刚才用2.8 特别去,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像的,ActiveADO,后面有一个RecordSet 这个,这边不是选这个,是选上面这个,ActiveDataObject 没有RecordSet的,这个把它打勾,打勾之后的话,它就可以让你存取资料库 OK,所以特别注意,第一个,我先把ADO外挂进来,按确定 第二步的话呢,再来我们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能够把资料写过 不过资料写过去的话,因为它的程式很冗长 所以,我已经帮各位写好一个范本 这个范本的话,请各位开启这个云端白板上面的,最下面有个程式码 程式码里面,你把它上方按开启 开启,开启之后,这边有个写入到资料库的范本 那个名称的话,叫做利用ADO新增资料的这个Sub 请各位把它复制 直接怎么样?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这个EndSub,它的头在这里 头在Sub这里,尾巴请各位往下找 找到全部会入的上面这里,就这里 把这一段程式码把它复制起来,C 当然你这一行,如果自己key的话,恐怕容易出错了 所以我干脆就把它已经写成一个范本 那你只要把它贴到,这个事件的下方 你不要贴到里面去,贴到下方 因为呢,这一个Sub实际上它后面有参数 我们只要传递参数给它,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相关的栏位通通都传过来之后 我们再把它塞到我们指定栏位 这边已经写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实际上就上个礼拜我们练习的语法 就是SQL语法 那SQL语法呢,我可以从这ABCD带资料过来 因为已经testOK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可以比较没有问题 那这一个Sub里面呢,主要的有几个地方 几个重点呢,当然你如果说想要多知道一些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我引用的什么呢?ADO的元件 包含就是说ADODB.connection 这个主要的用途是什么用途呢? 这个connection是连结资料雇用的 那这个ADODB.recordsets是连结什么? 连结资料库里面不是有个资料表 那recordsets是连资料表 connection是连结资料库 那透过这两个物件呢 我们才可以达到连结资料库的目的 那因为呢,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有ADODB 所以你要怎么样?工具要设定引用项目 你必须引用,它才认得 否则它就不认得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呢,透过ADODB 这边有个connection,对不对? 那这个connection呢,我可以用set 把它建立成一个物件 利用它里面有个方法 open open的话,后面就有个驱动程式 不过这一段驱动程式 你们暂时大概了解到这里就可以 这个应该比较看得懂 就是呢,它的资料库方在哪里? 那前面这一个部分是它的驱动程式 这个有固定写法 固定写法,这微软有公开 然后后面有个datasource datasource就是你放的位置 在哪里呢? this workbook this workbook指什么? 这个工作簿.pass 点pass 点pass就是说 同样的路径底下 多加一个什么呢? 根目录 所以根目录就是它的下面 同一个木录底下 会有一个什么? 问题1.htb 当然如果将来你这个路径要改 你可以自己在试情况去做修改 就OK了 比如说底下有一个注解 如果你是放在网路上的方邻 比如说公司内部 大家一起存取 你就可以在其中一台电脑 那这边我是用IP位置 你如果知道IP位置之后 你分享一个什么? 档案出来 大家可以存取 那这样的话呢 以后每个人就可以写到 那一部电脑的那一个资料库里面 你可以这样用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有一个资料库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insert into 这个我上个礼拜有讲 那这个insert into里面的后面总共 这边总共我们有六个栏位 编号到地区 那资料的话 你可以透过上面的引述 有没有 传递过来 然后就放在这里 最后把它组合起来 就会是insert into问题 栏位 然后values 六个东西 最后的话呢 利用什么呢? isq 这边有一个 isq 这个就是一个执行 执行什么? 把sq 语法 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 的 这个物件 它的方法去 怎样? 丢给SS 那SS 就执行把那个 那笔资料写进去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注意 两个重点 第一个 请各位引用 第一个要引用ADO 这个元件 第二个的话 从我们云端上面 程式码 记得 把它开起来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利用ADO 新增资料固 一直到end sub 这个范围 把它怎么样呢? 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写资料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传递参数的方式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知道什么? 我要写一笔资料 那我要怎么写过去呢? 因为我刚刚写一笔资料 写一笔资料 我需要知道 它的列在哪一列 所以列等于什么呢? 这个列等于用偵测的好了 往下偵测 现在到第几列呢? 我可以 我给它一个R的变数 这个R的变数 我如果要偵测 现在的比数最下面一笔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 可以用Range 假设是用AE AE或AE都可以了 然后呢 点什么呢? 点END 就是它最下面的那一笔资料的 有没有? XDOT 刮胡 点什么? 点RO 这样子就可以取得什么? 取得我现在 有没有? 比如说A2 游标放这里 Ctrl向下 那我就知道 现在资料在第14列 对不对? 那第14列之后的话 接下来它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再把资料写过去 那怎么写过去? 特别注意 可以利用ADO新增资料这个方法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加一个call 如果说我今天 因为它是一个sub 它也是一个sub 那如果我要呼叫它的话 前面就加一个call call什么呢? call它 并且传给它什么呢? 传给它ABCD 有没有? 有点像我们 底下这个是活的 我只要传递参数给它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用它 我不用再重写了 那这个比较适合就是说 如果这个方法会被大家不断使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写成活的 那只要传参数给它就好 那传什么参数? 传我要写到资料库的六个 有没有? 六个资料 那这六个资料放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来抓呢? 用sales sales刮糊 它会跟你讲 你的列在哪一列呢? 那就是什么? 就是R 最下面那个 最下面那个 然后逗点 哪一栏? A栏 有没有? A栏就是0013 然后就是A栏 A栏先写过去 逗点 第二栏 他会问你说 那你的第二栏要写什么呢? 那就是一直往后 其实一个偷栏的方法 就是你知道 这个Ctrl A 这个AB C D 因此类推 所以会总共需要把这六栏的资料 分别 分别把它写过去 那写完之后的话 最后再让我们知道一下 已经写入成功了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写入的动作 这地方 OK 三个一起 OK 总共会有六栏 那这边的话就是A B C D 这边是E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 这个地方就是取得最下面一列的那一笔记录 那我要怎么样呢 把它传递给底下 叫他怎么样 帮我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最后的话 如果 呼叫他已经写完之后 那就再给一个讯息 Message box 就是跳这个讯息 空一格 比如说新增资料成功 好了 这地方的话我就是新增资料成功 OK 类似像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 一笔资料要写过去 最下面一笔 那我们step by step来看 这边是个中断点 好 来看一下启动它 对不对 然后呢 一样我就 也是一样 输入一笔 然后哪一个 确定 最下面一笔是14 按下新增资料 按下去 接下来的话 我这边有四个中断点 所以它不会往下 会停在这里 接下来我按F8 那这个时候我抓到R是多少 15 有没有 15列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call它 所以我怎么传呢 这边第一笔是0 014 以此类推 那就call它 那call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 由这个地方传递 有六个 有没有 参数过来 总共六个 有没有 那传递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你油标放在上面 这边也会显示出来 有没有 这个是玩具 399 20个 总共7980 然后东 有没有 这样子其实以后 如果你们再写 会重复使用的话 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sub 传递给sub 好 那传过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 因为我有引用ADO 所以这个地方不会错 如果你卡在这一行的话 表示你忘了引用 你就引用OK了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一行呢 会去open 桌面上面 有没有那个资料库存在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的路径没错的话 这一行应该也不会错 但如果你卡在这一行的话 请check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 一的资料库是我存在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 要insert into 在上礼拜练习的 哪一个资料表 六个栏位 六个资料 组合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说 你传给他的东西没错 的话 执行 执行对话就是说 我把 我用ADO 传递一个seql语法 给S的资料库 请他帮我 新增一笔资料进去 我们exque一下 OK 如果你这一行没错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seql没有错 OK 那你当然你可以用Ctrl-G Ctrl-加-G 就是跳出即时运算 你可以print之后 这个文化就print了 print之后你就打一个seql 把这个seql的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字串 你可以把它秀出来 其实实际上这个地方 这边我把它print出来 你会发现了 这一行有没有 就上礼拜做的 所以上礼拜为什么要 请各位练习这个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在那边做的动作 在这边也是OK的话 那传递的东西 它就自动会帮你 新增一笔到资料库里面去了 我不知道各位 聊不聊有利是 因为这地方 牵涉的层面比较广泛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全部跑完了 对不对 它会出现新增资料成功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 已经新增进去 所以会不会有0014 关起来看一下 那你们怎么确定呢 把问题1的资料库打开来 问题1的资料库里面 有没有问题1的资料表 有 里面会不会有0014 有 这个就是我刚刚新增的一笔记录 那如果说你可以看到这笔记录的话 表示写入到资料库的动作 就OK了 但是目前只有一笔而已 如果我今天不是一笔 我要全部通通会进去的话 那怎么做呢 OK 等一下再来看 应该懂我的意思 因为这地方说真的是还蛮复杂的 可是几个重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这边里面的这个设定应用项目一定要引用 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sup 请你把它贴过来 在云端上也有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主要就是ADO加SQL 那SQL的部分 因为我已经帮各位写了一个范本了 所以将来你们可以拿我的范本去直接修改 就可以达到新增资料到access资料库的目的了 其实这一项就已经OK了 那当然你如果说会有其他资料库的需求 比如说有些同学可能后端是像什么MS SQL 或者OLO其他的资料库的话 当然也可以把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 Connection 就连线资料库修改一下 也是连的没有问题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单笔 把单笔一笔 最后那一笔 写到资料库 这个是单笔部分 等一下再来看批次 所谓批次就是全部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全部都要写过去的话 那该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